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氣真的太差 他說我怕你去 金馬甲要暈倒 然後他就拿了一碗雞湯給我喝 我就喝了那碗雞湯 就出門了 你對你日後所謂的表演的生涯 跟規劃有沒有什麼想像 還有什麼想在挑戰的 有點不敢想像 因為就是 不是很多人會說得獎魔咒嗎 會有點害怕 但我不會長這樣很多 我CP真的很高 然後但是我就是也很希望 可以有更多的 不管是導演也好 或者是製片 或者是製作人也好 都可以更願意的 給我角色來演出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感覺金馬獎 得到金馬獎 好像又多了一個 官方肯定的感覺 所以就覺得說 我是有官方認證的哦 可以找我哦 這種感覺 有機器人 有機器人 用的 看不下 為什麼 我們 找不下 我